我們可以看到 那麼在這個鄭文燦 到底影響會有多大 還有過去這個八年 台北市議員劉采薇就說了 鄭文燦啊 據說還有另外一個密碼 叫做什麼呢 復興路99號 好這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這個地方人士是不是都知道 根本就聲色藏所 每一層樓都是特別的地方 可以喝酒玩樂 他敢在這麼 國民政大出入的地方就知道 他在台灣到底有多麼的客氣 那麼國民黨列王威就說了 現在燦效變成是 得意的效 那大家也就關注了 在這一次鄭文燦呢 分別在先前500萬 1200萬交保 吳家董事長說 鄭文燦他要掉現金的話 一億都沒有問題哦 因為他跟建商合作 有多少土地利益 而且鄭文燦捐給新潮流多少錢 幫新潮流多少忙 這些絕對是上億的 這樣的一個金額 那麼在整個持續的影響之下 那現在梅田周一寇就說了 這營污者 操控的政治性司法大協 劇本發展 未來還會來搜索 鄭文燦的住所 新支援總統府 最後還會約詢蔡英文 這是一個全面性 揭免民黨形象跟氣勢的機會 那麼我們也要請教亮哥了 好在這一次 在這個部分 那價值超過了多少錢 整個案情50億 那這個行賄500萬 你認為說這個比例 沒有 這個未遂啊 它沒有成功啊 所以其實這個事情是這樣啦 大家觀察的是它會往上發展 那第二個是往旁邊發展 往旁邊就是是不是桃園還有其他的案 不過我剛剛跟陳輝文同臺 他是非常資深的司法記者 他認為很可能到此為止 沒有下一步嗎 因為民進黨怕亂 為什麼要鬥自己呢 而且現在事實上 每個人主要都不講話 這個跟陳月扁不一樣 陳月扁當年 傳出那個洗錢貪污 事實上黨內是有批評的聲音的 所以他女兒才會出來講那個話 對 說誰沒拿過我的錢啊 鄭文燦到目前為止沒有人挺他 大家都沒有講話 所以也沒有人批評他啊 也沒有人挺他啊 就大家不講話啊 那沒有人批評他 鄭文燦就沒什麼好發作的啊 他怎麼發作 就比如說拿過你的錢啊 拿過他的錢的人非常多啦 因為你去想嘛 他2014年選上市長 那2016蔡英文當選總統嘛 那那個時候 他本來就是北部最大的諸侯啊 然後到了2018民進黨 市長幾乎都倒光了啊 他變成北台灣為二嘛 他跟林志堅嘛 那他也是直轄市 所以他也是最有錢的 連高雄市都倒了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是最大的募款大成啊 這可以想像的啦 所以為什麼沒有人批評嘛 就是你可能拿過人家的錢啊 所以我認為搞不好民進黨 現在內部正在討論啊 市長我跟你講啊 這個高層一定會有人去說 是不是到這裡就好了啦 不要再繼續燒了 我覺得可憐性非常的高啦 非常的高啦 你看那蔡英文在幹嘛嘛 蔡英文也完全沒有要反手 打賴清德的樣子 因為你處於弱勢嘛 你怎麼可能打呢 你現在有什麼權力 陳明文都回家養豬了 洪耀福都不知道人在哪裡 林賀明已經跑去媒體公司上班了 所以你的隊伍在哪裡 羅志正沒有當選啊 所以我認為這一場戰爭 陰系根本毫無反手之力啦 沒有反手之力啦 所以基本上就是 賴清德定於一尊 所以現在 事實上真正可能會有餘波的 是陳廷飛選台南市長 可是現在還不知道 還有兩年啊 還早 那陳廷飛現在當然就 會很害怕嘛 因為他怕賴清德沒收初選嘛 就直接用徵招啦 可是那個事情並不是弊案 那是權力的問題 我覺得目前大家比較好奇的是 賴清德真的要放手檢調去辦案嗎 對 這個其實我打一個問號啦 因為檢調如果真的 可以積極主動去辦案 那台南一定有事的啦 那這個時候 所謂賴清德講那個 樹灘打炸 掃黑是三大任務對不對 那個警政署怎麼下令啊 林士捷的案子要立即破案 請問破了嗎 幾天啊 破案了嗎 有破案嗎 搞不好已經跑了咧 那如果你年齡四節都不能破案 你還認為檢調會繼續擴大辦案 剛剛最近的小姐還說抓到槍手 沒有啦槍手 抓到槍手了是不是 那槍手認了是不是 他沒有認 但是說逮到疑似一個男子 那個早就知道了啦 昨天就已經在傳了嘛 這個我們 我的意思是說 你抓到兇手也不表示能夠 破什麼案啊 可能人家找人來頂 對 就是一個 之類的啦 或者那個本身 那也衍生不出 你可以去查光電案啊 一大堆其他的案啊 就是 我認為目前的氛圍 我看不出檢調要大舉辦案的樣子 我看不出來 是 好 那如果就此為止 那我們可以看到 鄭文燦他這一次 那就是完全政治性了 就是針對鄭文燦 那現在鄭文燦是 7月6號那天嘛 對不對 當天是被聲壓 那大家就說 是不是還有下一位啊 會不會再辦下一位 沒有 不辦就沒停啊 我這個沒有什麼下一位 因為這個案子是死案 事實上桃園甄的大案 根本沒有人辦啊 事實上桃園你如果聽林濤講 鄭文燦執政八年 新開發的那個房地產的 那個光是土地透過公有地 勢必重劃的價值 大概高達6000億啦 這個是成功的喔 一個案子都沒辦啊 這個案子根本沒有成功啊 而且我問江江 湛江春 村長對鄭文燦的弊案是最熟的啊 是 他說這個案子他沒聽過 因為他沒有成功啊 所以對他來講根本就不是個案 你知道吧 那只是說這個案子 他收了錢嘛 被叼到嘛 湛江春手上的案子都是幾十億的案子 都是成功的案子 他去調查站檢舉 通通都沒有辦啊 目前還是這個狀況啊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實在很難確保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也因此越來越多人選擇在生活中補充益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益生菌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株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經三角全效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哦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就知道了 repeated 你真的很有意猜疑 做到 你看 有沒有